而现在全美国新冠病例正在逐步下滑 不过却有其他的传染病蠢蠢欲动 美国CDC疾管中心针对了肠病毒D68型提出了警告 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造成罕见的瘫痪 而现在流感其实也并没有消失 专家也呼吁民众赶快去施打疫苗 避免出现秋冬的流感疫情大反扑 而疫情崛起的远距办公 现在重创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纽约市的办公大楼价值下跌超过了4000亿美金 对于城市的税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当全美新冠病例逐渐下滑 儿童肠病毒却拉紧报 美国CDC疾管中心通报呼吸道感染急诊病患有所攀升 要家长和医生特别留意名为D68型的肠病毒 感染这种肠病毒 可能引发罕见瘫痪 急性无力脊髓炎 相关症状包含眼皮下垂 手脚麻木刺痛 以及失去肌肉张力 而肌肉的弱化将加重孩子呼吸困难的情形 秋天也正值流感好发的季节 由于过去两年感染人数降低 整体免疫下滑 专家警告今年流感可能出现大反扑 呼吁民众赶紧实打疫苗 只要六个月大以上就能施打流感疫苗 而今年针对65岁以上长者还推出了可以提供额外保护的加强疫苗 至于流感疫苗和新冠追加剂究竟能不能同时施打 专家这样说 各国相继放官防疫限制 美国宣布从周一起将停发疫情旅游警示 由于越来越少国家回报确诊数无法准确评估目的地的安全性 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但经济短期内恐难以恢复疫情成水平 像是访客大量流失的动物园 如今许多饲养员得在城市内的花园或是郊区采集食物 以降低饲养成本 因疫情崛起的远距办公也重创房地产 研究估计纽约市办公大楼价值恐下跌4530亿美元 对城市的财政税收产生负面影响 而今年刚落幕的慕尼黑啤酒节 虽然一够吸引570万人造访 但仍低于2019年的630万人次 啤酒的消费量也有所下滑 回到亚洲 刚放宽入境检疫的香港 则正在全力冲刺经济 不论天晴或下雨 球员抓紧时间练习 因为受到疫情延宕 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赛将首度回归 而在明年初 韩国女团Blackpink也将在香港举行演唱会 今年底还有全球银行家峰会即将登场 旅游网站表示香港的订房搜索暴涨五成 不过尽管露出曙光 对于许多摊商和餐饮业者来说 已经等不了太久 不少店家早已被迫拉下铁门 刚服务推出的零加三政策 是否能真的挽救奄奄一席的旅游业 重振经济还有待观察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